淡江大学与电信业者正式结盟 启动大规模的产学合作 共同提升产学数位转型 由校长与电信总经理代表双方签订合作联盟 建构5G元宇宙近零碳排校园 内容包括了ESG产学合作研究 全云端校园2.0 以及校园安全节能网三大部分 希望让大家了解近几年的数位转型成果 以及更多元的特色服务 但将大学希望结合学术专业及实战经验 借以提升淡江在永续议题产学合作 教学与学习校园治理的方面成果 而ESG产学合作研究 运用AI大数据 物联网以及5G的关键技术 展开产学合作计划 业者将协助淡江AI创制 学院规划课程及担任业师 培育更多相关的专业人才 因为今天讲我们在讲这个永续方面的一些合作 好那这个刚刚讲到的 在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这也是我们跟学校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把它融入我们所做的这个事业中 校园安全节能网则是运用5G最新的通信科技 将业者在智慧城市科技执法ESG方面的实物经验 部署到淡江校园 提升校园师生的安全交通以及环境 并且提升监控碳排的成效 记得许多英诞学采访报道